好 昨天的秋鬥大遊行 主辦單位說 有超過5萬人上街 不過警方的估計 是只有1.5萬人 雙方的差距非常大 國民黨受到了鼓舞 現在內部有消息傳出來 在12月還要再一次遊行 這個訴求也要升級了 要蘇貞昌下台 請看我們的報告 秋鬥遊行主辦方稱 超過5萬人上街 向政府表達訴求 創30年來新紀錄 其中一項更要求 行政院長蘇貞昌下台負責 對於人民不管多 不管少 不管怎麼樣子的訴求 政府都非常仔細的聆聽 從萊豬進口到行政院小編事件 甚至愛將捅出牛肉麵風波請辭 要蘇貞昌下台 或內閣改組聲浪不斷 或許就是想穩住正腳 蘇貞昌謙卑回應 但對於國民黨校正要蔡總統 辯論踹共 蘇貞昌互主態度很強硬 尋答就是最好的辯論 那這是憲法規定 但國民黨立法委員阻擋了11次 不要這個可以做不做 卻來另立其他的要求 反而捨盡求援 這話說得酸要不要讓他上台 主席說尊重黨團 但對於辯論 江啟成火力全開反習 他不是蔡英文 這兩天我們會正式 送這一個辯論的邀請 給蔡總統 主席這話就是說 不是隔空喊喊而已 會實際對總統來下站鐵 另外秋鬥遊行的效益 黨內評估很成功 國民黨也打算在12月 再度上街 搖旗吶喊 這朝野的美珠攻防 未完待續 昨天的秋鬥人到底多不多 每個人標準不一樣 有人覺得非常多 因為是歷年來 秋鬥最多的一次 不過如果說你要說 政黨號召什麼的 看起來其實並沒有預期中的多 我還是這樣覺得 就是民黨一定會說秋鬥人很少 然後說什麼 裡面出現很多資產家 跟勞工站在一起 我先講 大家如果認真做一下功課的話 秋鬥2019年是沒有辦法辦 沒人 2018年40人 40人 就整個秋鬥跑到凱道 或媒體來的 還比現場參加的人要多 因為工運的能量那時候不足 因為工運被自己人背叛 以前民進黨都跟工運站在一起 然後等到真正掌權的時候 就不參加了 但是你拿2018年的數字 跟這一次 我們說1萬6千人好了 400倍 對 民進黨怎麼厲害到這個程度 可以把被拆遷的 跟拆遷他們的人 護勞權的跟資產家台灣首富 然後支持罷工的跟反對罷工的 投蔡英文的跟投韓國語的 通通混在一起 真的 媽呀 你有辦法想過這些人 和樂融融 在一個地方一起上街抗議 同一個政府嗎 昨天極左跟極右都來了 對 我這樣講 你在裡面還有衝突 你知道就是被拆遷戶跑去找 拆遷他的政黨抗議 然後有這個老人家經過決定 你放台語歌不好 然後就罵他們說把音響關掉 那拆遷戶說我已經用了這麼多年 都用這一首歌 所以你看到這種抗爭內的抗爭的話 你就知道 這個真的變成一個最大公約數 就是 somehow這群人聚在一起 本來他們立場都不一樣 還會彼此抗爭的時候 但他們願意一起參加這個活動 我覺得對民進黨而言 你要意識到 曾經我們提到的全台灣最大黨 雖然這個黨後來被某名 喜歡穿藍襯衫的人給拆掉了 這個曾經最大黨叫做討厭民進黨 那是不是這一次又讓討厭民進黨 又開始慢慢的復甦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要擔心這件事 不過昨天其實有一大訴求 就是反萊豬 你可以看到很多民眾手上拿著一個都 然後另外一邊反過來就是反 就是反毒 這件事情其實陳其仲有講 他說你們不要把美豬給污名化了 這樣感到 所以我們這個反萊豬反了半天 我們政府官員不認同 我們要吃下這個毒素了嗎 如果說萊豬不等於毒豬 或者是說當年2012年 當民進黨把這個層級 萊克多巴胺把它升高到 一個毒品這件事情 現在他們已經不認了嗎 我們可以看看 包括了在消機會 其實反對美國 有萊克多巴胺的豬汁進口 這件事的連署已經破了14萬 所以在遊行之後 的確是有成績的 有成效的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一些小商家 小老百姓 在這一次的萊克多巴胺事件裡面 受到的衝擊非常大 我們要講的是皇家傳承牛肉麵店 這個是在新北市的這家牛肉麵店 是 他又被攻擊了 今天下午可能新北市 經發局要進行第二次的檢查 但是你知道我們之前一直得知 包含了蘋果日報自己做獨家 我們之前一直得知是熱心民眾檢舉 但你知道我個人就是不太相信 民眾會這麼熱心 你知道我們以前 如果你在網路上要肉搜別人 發動攻擊 有各種各樣的方法 但這一次皇家傳承牛肉麵 被攻擊的方法非常冷門 叫做工廠登記 對 有一點專業 我跟你講他專業的程度就是 你考過高普考 你可能還不知道有這個洞 就是你今天要成立食品工廠 你有稅籍登記不夠 你有相關的地址登記不夠 你在食品業者登錄名單裡面也不夠 你必須要去經濟部工業局底下的 一個工廠工事系統你要登記 偏偏這位熱心民眾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他檢舉了 檢舉你知道華視第一時間 訪問經發局的承辦人員的時候 經發局的承辦人員是怎麼講 我把這一段背起來 經發人員 承辦人員是講說 是因為有媒體告知我們的媒體聯絡人 然後媒體聯絡人把這個檢舉 轉支到我承辦的科長這邊 我回去再問過長官 長官說依法稽查 所以我們才稽查 你看這位熱心民眾多麼的厲害 他不但知道一個很冷門的漏洞 而且他可以一邊檢舉 如果沒有辦法檢舉的話 他還叫媒體打電話 跟大家講說我有檢舉 媒體趕快施壓一下 媒體聯絡人 然後才把這個檢舉成功 更棒的是他申訴是找誰 找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是現在台灣少數的媒體 規定要檢舉要爆料一定要回應 就是他規定他的記者 大概一到四個小時之內要回應 而且要回報 所以他用了一個很棒的名詞 叫做地下工廠 我們在玩網路的人知道 什麼叫做關鍵字攻擊 就是把你跟某一個很負面的名詞 綁在一起 然後以後我搜尋皇家傳承 或是我搜蘋果日報 我就會看到地下工廠 雖然你後面有打一個問號 但是不好意思 對搜尋引擎來講問號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說台灣真是充滿了熱心的人 而這個熱心的民眾 又專業到考過高譜考人都不太知道 而且又跟媒體有那麼好的關係 可以叫媒體一邊幫忙自己 催相關的精度 還告訴金發局的媒體聯絡人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厲害了 台灣的如果我們每一個熱心民眾 都這麼強的話 台灣應該沒有任何的犯罪 所以發生才對 所以也就是說未來 這個皇家傳承牛肉麵店 它極有可能被這個負面標籤 給年一輩子 包括地下工廠 剛剛我們已經講了 這是一個負面的標籤 你可能打蘋果日報 打皇家幾品 皇家傳承 出來就是地下工廠 為什麼這家牛肉麵店 會被這樣子連環攻擊 這是恐怖的連環攻擊 第一個是被發言人給攻擊 第二個包括了這個有人去檢舉 油煙味過重 包括了地下工廠 非常專業 專業戶的檢舉 然後去查他的水表 這一連串 其實是詩密的一個過程嗎 有人安排的嗎 我們這樣講 如果我要花錢請公安公司 還不一定有這麼好的關係 我花錢請了公安公司 公安公司最多說 我們查他稅籍 查他登錄的資料 查他的相關的勞檢消防 查他的這個門口登記 門牌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商業分區有沒有 但坦白講我現在在北台灣 我到底找不到任何一家公司 可以知道有所謂的工廠登記 這件事情 那你一路都查到了 這一家公安公司 假設他拿到的錢 他還要能夠跟媒體講說 幫我去催一下 這一個檢舉的進度 然後還要跟著報導出來 我們這樣講 就是今天這樣子的等級 用錢基本上要買到很困難 所以皇家傳承這一家店 這一家小店 雖然他是連鎖店 他到底得罪了誰 他得罪了方丈 逃不逃得了呢 看起來他是逃不了 而且有一點點 已經進入了萬劫不復 難道一個這個 只是因為跟政黨 有人要攻擊某某政黨 然後不小心砲口對到他 他出來 跳出來聲變之後 他就要進入這樣萬劫不復的境地嗎 如果是這樣子 台灣還有公平正義 還有道理嗎 我覺得每一家這個 食品廠商 他應該要收到檢驗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 檢舉量非常的大 甚至是檢舉之後再檢舉 檢舉之後再檢舉 那就是充滿了一些 沉見跟恨意 那沒有辦法 因為已經得罪了方丈 你就別想走了 這是這個故事 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那我還是覺得說 你不能講說因為黃家傳承 就不能被檢視 就檢視 只是檢視他或是要求他 去看他的那個住址 剛剛學生跟大家講 是不是每一家 現在所有台灣的 應該要標準一致 就像我們之前在講 我對於這個電視台 要不要拿到換照 一樣的標準 如果這個電視台 報錯新聞 就應該成為下一次 不換照的標準 老闆如果有提任何的line檢訊 或微信檢訊 那其他台也是應該是一樣的 標準要一致 所以說 昨天這個民眾 或者是一些這個家庭主婦 我看到的 昨天因為我有到現場去 我必須講 我的確是看到很多 上了年紀的人 這是一定的 不過年輕人也很多 年輕人也很多 還有一些家庭帶著小朋友 你有看到爸爸媽媽 帶這個小朋友 我有看到 我的確有看到 不過我必須講 可能在野黨 不管是民眾黨 或者是國民黨 這次有加入 加入當然有力量 可是他們完全不會組織 他們沒有 並沒有把這些家庭的 說年輕的父母 我帶著小朋友走到第一線 就是你沒有辦法凸顯 沒有辦法聚焦 所以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對 講到剛剛 牽涉帶說的秋豆 我是覺得說 我覺得原本可能 人是不是會更多 當然我這個講法 我今天遇到一些國民黨立委 他們說沒有 我覺得人已經比我們想像中多 觀眾朋友 我覺得昨天的人確實多 跟學成獎 去年跟前年比 那是多更多 但是你想想看 台灣現在的各項民調 包含了我就提一個 連台灣民意基金會 游圓榮主持的那個民調公司 他所做出來的反萊豬都61% 難道游圓榮他是怎麼樣 是國民黨側翼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相信 家裡面有小朋友的 或者是家裡面長輩有三高 他根本不要吃萊劑跟萊豬的 但現在因為這個遊行 他分三大部分 一個就是國民黨有動員 第二個就是中天電視台 董事長有跑出來講說 我們反中天關台 但再加上抽鬥原本的 這個三個主張 所以你發現說 他只是三股勢力揮集在一起 所以人當然不少 可是也因為彼此的撤肘 有一些人他可能講說 我就是反萊豬 可是我不想要去挺這個電視台 或是我不想要投票給國民黨 我去了以後我穿一身衣服 我好像變成是同路人 他可能簡單這樣講 我一句話 我們大白話我就講大白話 疼愛民進黨 或是投票給蔡總統 裡面有很多 是不要吃萊豬萊劑的 他們也不想 可是他不想給蔡總統難看 對 可是如果這個 沒有國民黨或是什麼 他可能就去了 但是因為有國民黨在 他反而不敢去 或者是他看到中天蔡野民 他就是不想去 對 他可能就是說 我並不支持中天 就是說有這樣子的 但不支持中天 也不支持萊劑的人 他可能就猶豫 他就不去參加 就互相削弱了 對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真的覺得 他是互相削底的 那反而讓這個主題 變成三個主題 那萊豬跟萊劑這個主題 反而就被掩蓋了 很多網友在問我說 那馬英九時期 畢竟雖然是 從陳任允事在開始談 是馬英九時期的萊牛對不對 我說現在亡羊捕牢 趕快把萊豬跟萊牛 全部禁止很好 那要什麼不好 那你就把它禁止 所有的萊劑都把它停止掉 這不是蔡總統應該做的事情 而不是雙標 剛剛講到皇家傳承 我講的就是雙標 雙標不好 同樣的 討論任何的政治話題都是 包含一下 我們要跟大家討論這個 像MOU 是 你欠MOU跟美國欠有沒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坦白講 我不會在那邊講說 暢衰政府為樂 詆毀政府 但是過去對於MOU 特別是那個穿藍襯衫的 韓國瑜的時候 他跟東南亞的這些 包含要賣水果等等欠MOU的時候 去這個港澳生夏 去欠MOU的時候 你是笑MOU不好 我就簽在那裡而已 如果你過去曾經看不起MOU 那你現在又為什麼要對於 台美的MOU 感到那麼的興奮 是 我們先跟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因為韋翰剛剛講得很快 繼美豬美牛之後 我們跟台美又有五年的MOU 已經簽下來了 這個是說台美現在是前所未有 關係緊密 關係良好 我們關係再升級了嗎 你可以看到蔡總統的臉書 大力的稱讚 我們要講就是我們必須這個 複合主旋律 對 台美五年合作的MOU簽了 MOU到底是什麼 它其實是備忘錄 備忘錄 它沒有什麼效力的 就是要按照MOU的方向去 繼續的發展 但是有兩件事 我跟大家講 因為先前有講到 克拉奇來了以後說 我們要台美經濟對話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包含視訊跟我們官員 到美國華府去的 這個台灣跟美國的經濟夥伴對話 之後簽下了MOU 台美的五年合作計畫 那這個就是計畫 所以未來執行 還要看執行多少 可能MOU簽了以後 它執行率不到50% 或是不到30% 那表示完全沒有執行 它有兩個變數在 第一就是我們方面所提出的東西 美方是不是完全能夠滿足 大家要知道 明年的1月20 雖然現在有一些台灣的民眾 還是覺得說 川普有可能會逆轉 但是明年1月20 拜登即將成為美國總統 這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拜登政府會不會對於 現在川普政府 在最後這個階段 他所簽下的MOU 百分之百執行 這個大家是可以去關注的 我們原本其實最希望的 你有聽MOU要去簽嗎 你聽到的是什麼 是FTA FTA沒有 是BTA 結果FTA BTA都沒有 現在是MOU 所以它是有層級的 要跟大家講 那只是未來的發展跟計畫而已 一個方向 就有點像是 就是男女雙方 我們可能先訂婚 口頭約定婚約 未來到底還有沒有進一步 真的要結婚嗎 遞結連禮嗎 那個再說 而且我們簽了這個MOU 就是台美的經貿的協議 其實是五年 五年之後還可以再演五年 然後內容 如果你仔細來看看 蔡總統寫了九項 對 包括了經濟合作 當然是首要我們希望的 另外科學與技術的合作 還有5G還有電信安全 這個大家全球都在推的東西 以及供應鏈的東西 蔡總統一直說 全球的供應鏈會重組 另外婦女經濟的議題 以及基礎建設合作 其實在我看來 我老實說 說大白話 感覺比較像是一個學術研討 交換意見 就像是一個論壇 兩邊談到對方的彼此的願景 然後以後的實質的合作計畫 沒有那麼明確 我剛剛講MOU這個 我們也來引述一下 國民黨立委 國民黨立委 其實你也不用講那麼兇 因為以前大家在講韓國瑜的時候 一樣就是這句 MOU沒有法律效力 他沒有法律的效力的話 就表示他不一定會做 他未來方向會跟你合作 最後就五年什麼都沒有 大家記不記得以前台中市政府 也曾經簽過MOU要海水挖礦 後來發現是個騙局 還好他只是個備忘錄 有沒有 所以沒有辦法 會不會買帳還不知道 新政府不知道 我剛剛講的BTA 我也在這邊剛剛跟大家講 我不覺得BTA對台灣是有好處的 因為台灣跟美國 其實貿易量是差很多的 但我們對美國是大量的順差的同時 如果你簽BTA 對台灣反而不利 我們要跟美國買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回到我的主題 從頭到尾 我們都在談的是 如果我們跟美國 買了萊豬以後 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 就是FTA 讓我們賣去美國的關稅 可以直接減免到0 那對台灣的廠商是最有利 但是FTA 從頭到尾都不再考慮之列 連BTA都沒有 最後的結論 就是MOU備忘錄而已 不過我們如果講到國際貿易 或是兩國的雙邊貿易 最近台灣被美國貼上了一個標籤 什麼標籤呢 就是強制勞動的標籤 也就是說 其實美國 他認為台灣捕撈的海鮮 是有在奴役東南亞的漁工 因為你知道現在出海捕魚這件事情 非常辛苦 我們台灣人不想要上船工作 所以我們大量的 招聘了東南亞的漁工 據說我們被這個貼 我們已經被貼上這樣的標籤了 未來可以 我們有13億美元的海鮮 是到美國去的 有可能會因此而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這是真心幻覺期 我覺得這個議題 但是這個是 處於人道的基礎之下 我們現在你去看 每一次只要我們去釣魚台 海域怎麼樣 如果被驅趕的話 除了船長之外 那個漁工可能都不是台灣人 這是現實 因為我現在可能勞工的比例是這樣 那現在美國注意到 我們台灣的這個 就是相關的這些捕魚的產業 他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這些員工 他們在海上被對待的 包含他們的起居跟飲食 還有他們的薪資的這些等等配給 都會被全世界各國注意 這我覺得我們政府要趕快去介入 讓那個事情能夠獲得改善 所以其實我們到底有沒有奴役 這些外籍勞工其實不知道 他們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標準來檢測我們 或是來勞動檢查 有來勞動檢查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 我們政府要給大家更多的細節 因為當美方已經提出這樣的看法 他一定是有根據 甚至有可能是這些東南亞的移工 他們去檢舉 跟世界反映的 對